娱乐大嘴巴 遇上疯狂粉丝 明星也抓狂 所以明星 许多希望自己的粉丝越多越好 但如果粉丝太过热情 反而让明星难以销售 许多粉丝会在签名会或宣传会中 趁机铺上前去 警报午饭甚至强吻明星 明星也只能露出个 惊慌失措的样子 其中闹得最轰动的就是 刘德华的疯狂粉丝杨丽娟 杨丽娟从16岁开始 就痴迷刘德华 开始疯狂追星 她的爸爸13年来为了女儿 不惜倾家荡产 卖房甚至卖圣 筹资供她追随刘德华 2007年杨丽娟一家人到香港 参与刘德华的歌友会 最后因为刘德华 没给自己的女儿特别的待遇 杨爸爸愤恨不满 这件事让刘德华心有不安 还去看了心理医生 罗志祥也有一位女歌迷 为了表示她对罗志祥的爱 突然割网自杀 幸好女歌迷被及时救下 但罗志祥却吓得脸都发青了 据报道有一位女粉丝 为了向林俊杰施爱 竟然威胁要跳河自杀 右手还拿着刀 女子被救下以后 还一直呼喊林俊杰的名字 俊杰 俊杰 她随身带着的遗物中 全是林俊杰的专辑还有照片 陈惠玲的男粉丝耗尽积蓄 从四川去到香港 硬喘唱片公司 求见陈惠玲不果 拿出一把水果刀 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以死相邪 和警方对峙 好几个小时才投降 一位骗摊少年 走遍了十几个省市 最终见到了台上的周杰伦 想到自己难以和周杰伦 面对面谈话 这位粉丝竟然在演唱会 现场吞下了安眠药 自杀 但是他这样的疯狂行为 却让周杰伦大发火 此外很多疯狂粉丝 会通过追车 跟踪和微博 骚扰方式接触明星 明星虽然害怕 但是为了不伤害粉丝 和不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 不得不做适当的回应或让步 毕竟明星在明处 而粉丝在暗处 粉丝可以通过 任何的疯狂行为去追星 而明星也只能好好的提防 如果粉丝们的 适度爱护自己的偶像 那明星们的烦恼 也就少了一些啦